字幕提供 性價比也提及舊主機買星級也提及 但Intel 11代CPU的題目好像還有些話未提及 沒錯就是11代也有星級的UHD 700系列的iGPU 究竟在個個都甚買不到卡的環境 這個iGPU可否幫你捱過去呢 而它與AMD Ryzen 4000系列的APU相比之下又會是怎樣呢 今次我們就找來華慶的Desk Mini跟大家研究一下 今次11代搭載的UHD Graphics 700系列 屬於Gen 12 HD Graphics架構的iGPU 新功能包括有10bit AV1 12bit HEVC解碼 以及E2E的壓縮 介面亦會加入HDMI 2.0和HBR 3的支援 雖然我們之前在Notebook上都試過 XD Graphics有不錯的遊戲表現 不過根據Intel的資料 XD Graphics的家族裡面 Desktop分別有UHD 750和UHD 730 它們分別會有32組和24組的EU 不過它們之上還有UHD 11 Gen G4 以及XD Graphics G7 i5和i7的版本 它們的EU數目由48組到96組不等 即使面對Notebook的UHD 11 Gen G4 UHD 750的EU數目都少近33% 所以未試都可以肯定 UHD 78系列效能肯定會低於Notebook 考慮得用UHD Graphics 除了買不到顯示卡想用先 最常用的應該會是Mini PC的用者 所以這次我們會用Desk Mini H470做這個測試平台 雖然它只是用H470的晶片組 但依然支援了Intel 11代的CPU升級 和普通主機板一樣 升級了BIOS之後就可以用到新CPU 雖然Desk Mini H470升級11代CPU都不能加裝顯示卡 但依然用到PCIe 4.0規格的Gen4 SSD 加上原本主機板正面由PCH伸延的M.2 用11代CPU就會變成有兩條M.2可以使用 為了比較UHD 700系列和UHD 630的分別 我們今次就會用I511400、I711700和I510600K進行測試 而為配合測試 I510600K會調整Power Limit至PL1 65W和PL2 90W 在測試iGPU效能之前 我們先看看CPU的效能 在先Banch R20的測試i511400會錄得3466分 i711700就會錄得4157分 而i510600K降低Power Limit後就會錄得3144分 至於單核i511400和i711700分別錄得540分和586分 成績會明顯高過10代i510600K的480分 接著我們就看看iGPU效能 在3DMark FireStrike的測試可以看到 i511400搭載UHD 730就會錄得1876分 i711700搭載UHD 750就會錄得2122分 成績對比i510600K的UHD 630就只有1350分 百分比的話就會是領先39%和56% 至於另一個Time Spy的測試i511400搭載UHD 730就錄得644分 i711700搭載UHD 750就錄得743分 成績對比i510600K的UHD 630只有480分 百分比的話就會領先20%和38% 剛才我們就說過UHD 730和UHD 750屬於HD Graphics家族的低層 如果拿了Notebook i5和i7的HD Graphics做比較 大家就會知道差距會有多遠 說回正題 那麼UHD 730和UHD 750又夠不夠玩遊戲呢 這部份我們就會試Apex Legend GTA 5 LL 和Rainbow Six Siege 遊戲會以1920x1080的解像度進行 結果三款iGPU都可以滿足60fps以上的就只有LL 其次GTA 5和Rainbow Six Siege UHD 730和UHD 750就可以滿足30fps以上 而UHD 630在兩款遊戲就錄得32fps和30fps 至於Apex Legend 基本上三款iGPU都無法達到30fps的水平 想玩就可能要將解像度下降至720p 才能達到50fps的水平 不過用iGPU打機又怎可以不提AMD呢 所以這次我們也找來Desk Mini X300 搭載Ryzen 5 Pro 4650G和Desk Mini X470做個比較 而結果可以看到UHD 730和UHD 750相比Vagar 7的遊戲表現 就落後27%至50%不等 如果單純想靠iGPU玩遊戲的話 目前11代CPU的UHD 780系列依然都不是理想的選擇 Intel這麼多年的iGPU都不是銷售打機 但最少它也有個快升等你剪片可以快一點 所以我們會試試UHD 730和UHD 750在Premiere Pro上的表現 測試會用Pitcher Benchmark的Plugin來進行 從測試的總分可以看到 i511400錄得241分 i711700錄得247分 而10代的i510600K錄得174分 成績來說UHD 780系列會領持39%和42% 講完遊戲和Premiere Pro的表現之後 我們便將焦點回到Desk Mini的H470 因為事前已經有人留言問 怕Desk Mini頂不上11代的CPU 難怪的 因為它只有3加1加1上的供電設計 散熱片還要這麼小 的確跟先前試的Z590主機板有很大的對比 這部份我們便會用Intel的原裝散熱器 和AIDA64軟件進行測試 行CPU負載可以見到i511400 負載溫度為73度 相反i711700反而只有69度 看回他們的功耗都是錄得63至64W左右 至於為什麼i711700的溫度會低一點 因為它負載期間的時脈只有3.83GHz 而i511400就有4.17GHz 再比較10代的i510600K 就會發現它的時脈更高去到4.47GHz 但負載功耗就只有54W 換言之11代的CPU要用更高的功耗 才可以維持高時脈 來到總結 今次的測試我們得出兩個結論 第一就是Intel 11代CPU的UHD730 和UHD750的iGPU 是不足以提供1080解像度有順暢的遊戲體驗 想有些遊戲體驗的話 就可能要將解像度降到720P 或者甚至乎直接考慮AMD Ryzen APU的處理器 第二就是華慶的Desk Mini X470 可以順利升級到Intel 11代的CPU 而且還可以用到PCIe 4.0的Hyper M.2插槽 令Desk Mini X470 原本只有1條的M.2可以變成2條 雖然它的供電設計不像desktop主機板那麼強 但用i511400或i711700 配合原裝散熱器都沒什麼大問題 至於配UHD700系列的iGPU 可能會對Premiere Pro剪片有些幫助 但整體效能來說 都是Desk Mini X300配APU的實用性都會大一些 我們來看更新的範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